Mint Wings Spin-Off Mint Wings Spin-Off Hello大家好 今天的Meat Wings Spin-Off 要來介紹的是 我跟Safea平常喜歡吃的 零食類 一一樣呢就是餅乾類 這個呢它是 比利時的焦糖煎餅 然後它因為叫做Lotus 所以又稱為蓮花餅 那我覺得這個 平常配茶或者是咖啡還蠻好吃的 因為它就是有一點點甜味 可是它不會太甜 因為它就是小小包 所以跟我之前推薦的那個阿華絲一樣 我覺得就是小小包然後可以隨身攜帶 然後它也不會很貴 它好像50片這個包裝 然後139的樣子 再來大部分的那種超商應該可以買到 例如說像松青阿 那我喜歡吃的餅乾 它叫做Maryland Gooies 然後呢這個是Hazelnut的口味 它的另一個口味是Chocolate 我會喜歡吃這個餅乾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就是普通的巧克力餅乾 但是你咬下去呢會有巧克力醬流出來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它很便宜 它大概是1.75英鎊左右 然後你在各大超市都可以找得到 第二個我們要推薦的是 就是巧克力類的 這個是日本的那個白色戀人 那如果朋友有去日本啊在機場都買得到 那如果去北海道那裡有他們的工廠 裡面其實就是巧克力 然後還有感覺像奶油啊跟餅乾夾心 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口感跟TOKYO BANANA他們出的餅乾還滿像的 那TOKYO BANANA的餅乾好像比較貴 沒記錯的話 12個這個包裝好像是日幣1100 可是如果你直接在台灣買可能會比較貴 因為大部分都會收一些代購的錢 那我目前還沒有找到台灣的進口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可以跟我說 那除了我上次已經介紹過的這個Catberry Milk Bar之外呢 我另外還喜歡吃一個很特別的 是Nestley就是雀巢的 不過呢這個在英國也買不到 這個是從俄羅斯來的 那它吃起來是像牛軋糖的口感 但是有Ferrero Rocher的味道 然後是非常非常好吃 就是可以一個接一個的一直吃這樣子 那它價錢大概是20塊台幣左右吧 好接下來要推薦的蛋糕類 我要推薦的是一個乳酪餅 然後這個乳酪餅呢 它應該是可以宅配的 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是因為我有一次過年的時候到他們店面 這個乳酪餅我拿到的時候是熱熱的 裡面的那個乳酪還會撕跑出來 然後反正就是乳酪味真的很濃郁 如果你是喜歡乳酪的人 你一定會喜歡這個 平常我喜歡吃的蛋糕呢 都是從這家Cafe Concerto來的 然後呢它是一家英國連鎖的蛋糕店 那英國蛋糕的選擇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生日的時候我通常都會訂這家的蛋糕 他們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很好吃 那我非常喜歡的一個 他們的蛋糕是拿破崙 也就是千層派的那一種 然後呢它非常好吃的原因是因為 它上面是鋪滿了一層的白巧克力 然後加上它的酥皮又非常的脆 所以我非常的喜歡 它大概是四磅左右 最後一樣 我要推薦的是其他類 其他類我要推薦這個糖果 這個是韓國的薄荷糖 這應該是樂天的 然後它叫anytime 它是有三層的薄荷糖 這個在7-11就可以買到 然後好像是六七顆 一個包裝 大概35塊吧我記得 它跟一般薄荷糖不一樣 是因為它比較不會那麼嗆啦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吃完東西 喜歡馬上刷牙 但是可能在外面沒辦法刷牙 然後你也不想吃口香糖 那我就建議你可以吃這個anytime的薄荷糖 然後另一個我非常喜歡吃的是Walkers的奶油酥餅 它叫做mini shortbread fingers 那我特別喜歡這個小的版本 因為它長得非常非常的小一個 然後你就可以一嘴吃一個 這個奶油味非常的重 而且在英國非常非常的有名 非常建議大家來英國的時候 可以帶回去當伴手禮 這樣子一包也很便宜 大概才1.25英鎊左右吧 然後在各大超市也都可以找得到 最後一個比較特別的喜歡吃的零嘴是一個salt cheese 這個也是從俄國來的 它叫做droujba cheese 它就是友情的意思 然後呢這個cheese 它是從蘇聯的時代就有的一個工廠 然後一直到現在也都很受歡迎 然後這個cheese它的奶味非常的重 所以我非常的喜歡 OK 那今天的midweek spin-off 就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大家看完我們的影片以後 都會很想要吃一下我們介紹的東西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我們喜歡吃喜歡喝的東西 那就下次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